Hi, 我是陳老師 記得Subscribe、Like和Share這條片 謝謝你 Hi, 無論你是初四啟示、初五啟示、初六啟示 還是今天初七 我想該上班的人應該都要上班 所以我也正式上班 在新星頭期間所推出的 1984、數書、36計都沒有人聽 看見數就知道 不知道大家對這類題材不感興趣 還是大家處於放假的狀態 還未回來呢? 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先維持 繼續回到這個頻道支持的節奏 今集繼續跟大家講一本書 今年也有新的改變 我會選一兩本比較好的書 會跟大家去徵講 有幾本書很棒的 但因為是在台灣訂購 它還未到 所以我打算之後再跟大家講 那本書就叫做超級思維 那本書是四五百頁的朋友 然後它是講了三四百個思想模型 這一類型的書其實是很有用的 我亦都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之前還有人性的十八法則 底層邏輯 這些書都頗值得去徵講 我看看在今年的不同時段 我都會去再提起這幾本書 跟大家去講 另外還有一本書叫做 《催眠》二十八講 這本書是一本很入門級的催眠的書 我看看大家的反應如何 我之後會簡介一期 然後再看看值不值得去徵講給大家聽 而剩下的時間 我亦都會做一些新的嘗試 因為我發現我這個頻道裡面 有幾個大的面向 第一個面向就是身心靈那一部分 它會包括meditation那一部分 另一部分就是做書評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其實本身是身心靈的延伸 因為身心靈我們是要講實踐的 不是說你只是想就行 你是要自我實現的 所以我就會跟大家講更多世俗上的書 讓大家可以將一些身心靈的知識 融會貫通到我們的生活裡面的每一個方面 而正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會有一個標籤貼在自己身上 而這個頻道就變成了一個勵士頻道 哎呀!你人生錄到低谷不要緊的 聽陳老師說就會有信心 還有一個面向就是我自己的生活 你會見到我會做了一些新的嘗試 例如說將自己賣出去 人家賣Course 人家賣Course 人家賣自己的心靈課程 豈有此理 你竟然賣自己的樣子出來 你用這個3D打印 將自己印出來 打算賣給別人 有閒無事又會唱兩首歌 污辱一下大家的耳朵 和大家分享一些煮食的心得 所以我發現這個地方已經成為了我自己的一個舞台 好多謝大家在這段時間對我的包容 甚至乎是中容 讓我可以在這個有限的空間裡面 嘗試到更多不同面向的東西 有些東西見好就收了 有些我看過的感覺都知道大家不是特別喜歡 我就會減少那部分內容的產出 如果有些大家都比較喜歡 我有嘗試覺得 對自己對這些部分都感興趣 我就會出更多那類型的影片 因為最近入了一部Levelife的伴奏結他 真的很棒 我美其名是買給女兒玩 其實是我玩的 我每晚都會抽時間去練歌 我是完全沒有樂理的基礎 我也不懂彈結他 但是這一部伴奏結他 你是五分鐘上手 真的是五分鐘上手 你是可以直接跳到你會彈結他的那個水平去幫自己伴奏 你是不需要再用幾年的時間去彈他的手都腫了 不需要經歷這麽痛苦的過程 就可以馬上可以有一部結他可以幫你自己伴奏 可以自彈自唱 這種感覺是很棒的 其實這一部結他的出現 我覺得是一點都不奇怪 就如同我們之前說五千天候的世界 我們不是說到 在未來的十五年裡面 我們會進入一個AR的世界 其實話口未完 Apple推出了 他有一部Vision Pro 最近這幾個月都很多人在這裡測評 雖然說香港 台灣 和內地 都未能賣 但很多人都逼不及待 已經在美國買回來 我了解到 在美國買回來 大概是兩萬七至三萬元左右 當然很多功能都未成熟 但其實跟我們之前所說的那本書 五千天候的世界裡面 他所描述的東西 就真的越來越似 你是可以戴著一副這樣的VR眼鏡 你戴著它 你可以走出街 但當然他現在的那種體現的形式 是未成熟的 因為他是用一個外置的攝錄機 去拍攝外面的世界 跟你同步 雖然他的現時低 但其實他並不是你真的 跟實景融合在一起 但他已經可以讓我們見到 我們未來的科技的走向是這樣 就如同我們在那一集裡面所說的 究竟我們來問一下眼鏡 就知道我們的杯子放在哪裏 我們的筆放在哪裏 我們的USB手指放在哪裏 那個世界還有多遠 我們走進戲院 我們不再是一個觀眾 我們可以置身其中 我們可以代入那個演員 成為那個演員 一起去演出戲的那個時代 究竟還有多遠 我真的充滿期待 去到現在我們這個世界 我們是不是還要用這麼多的時間成本 去學一些東西呢 當然啦 我覺得學鋼琴 或者是學結他 他除了辛苦之外 其實他會對我們的老步發展是有好處的 對我們的手眼協調能力也是有好處的 就如同我經常都認為打機是對一個小朋友有好處的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節約了去用十幾年的時間 去學這件事的這個時間成本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時間放在其他更加值得我們去做的東西的那個範疇 我們不再需要用十幾年去學一種語言 不再需要用十幾年去學鋼琴、學結他 我們可以馬上就學懂 雖然會犧牲了部分的我們的老步發展的功能 例如說我們的手眼協調能力 你的老步的右腦的開發 但是他起碼可以省了我們二、三十年的時間成本 我覺得如果在這方面看的話 其實是值得的 我是真的懶的人來的 你叫我現在35歲 我還用五、六、七年的時間去學結他 所以我寧願去買一部半首結他 因為其實對我來說 我只是有空無事唱兩首歌 我只是跟女兒睡覺之前彈幾首歌 然後睡覺 那我有什麼必要 我用五、六、七年的時間去學呢 所以我覺得這部Live 對我來說是更加適合我的 如果你說未來有一些鋼琴類的產品 如果這間公司有出的 我覺得我都會買的 因為他省了我很多學琴的成本 我又不是要作曲 我又不是要做歌手 我是貪過任自己有空唱兩首歌 然後可以塗東西性情 塗東西女兒的性情 我沒有必要花十多年的時間去做這件事 我不是要做莫扎特的 我只需要快速地去學會那件事 這才是我比較關注的部分 其實今天想跟大家說的這本書 是跟玩有關的 是跟上網這件事有關的 大家一定對 幻物喪智這個詞不陌生 但我們有沒有想過 幻物喪智這個詞本身就是有問題的 娛樂和玩是否真的有問題呢 其實玩是一種學習 是一種動物的天性 你不要以為只是人類才懂得玩 無論是狗仔、貓仔、老虎、獅子、大笨象 長頸鹿都好 牠們出生如果是有兄弟姊妹 都會互相咬來咬去、追來追去 有空推倒對方 有空又聞一下你的屁股 其實牠們在做甚麼 其實牠們在學習 學習如何生存和捕獵 通過玩的方式去達成這件事 所以每一隻動物的幼年時期 都會經歷玩的階段 人類也是一樣 為甚麼小朋友那麼喜歡玩呢 為甚麼都會玩一餐呢 天性意味著甚麼呢 一個懂得玩的人 他以後的腦子一定不差 但反觀現在我們的主流價值 兩歲學鋼琴 三歲唱Opera 四歲回補習社 當我們剝奪了小朋友玩的權利 實際上我們是斷送了這個小朋友 未來成長的可能性 極有可能會變成一個容財 而在我們的社會中 會有話語權的人 通常都是一些已經長大了的人 已經比較成熟的人 他們已經不再玩了 所以用他們的角度去看 一個小朋友在玩 或是年輕的一代在沉迷某一件事 他們就會覺得 你這樣做是幻物喪智 這個觀念無論是古今中外 任何時代都會出現 又或是我們不要講那麼遠 我們就講下近代 或是近這十幾二十年 我們小時候看漫畫 看武俠小說 其實學校那些 SIR、Missy 或是Daddy媽咪都不太喜歡 女仔可能看少女漫畫 現情小說 但在我們Daddy媽咪的心目中 或是Missy的心目中 這些書是沒有價值的書 是那些無謂的書 甚至乎是沒有益的書 甚至乎是沒有益的書 咦?上課看Yes 還要專門看幾個色情故事? 那些大人肯定會醒你兩句 你不如拿這些時間 去看一些有用的書 怎樣為之有用的書 跟讀書有關的東西 就叫做有用的書 類似的 看電視也是一樣的 看卡通片 看劇集 這些都是會被定義為無謂的 或是那些不正經 無用的節目 好啦 不看電視 我聽音樂可以嗎? 我玩一下 可以嗎? 一天塞著耳筒 踢踢踢踢踢踢 踢踢踢 出去公園玩一下 跟人家踩踢滑板 更好啦 不要整個家暴鬥 好啦 跟著時代發展到 開始有機打了 打機更差 已經不是幻物喪志 簡直是叫做精神鴉片 好啦 現在機都不打了 我們上網 上網看片 甚至乎現在 拿電話來看短片 都會被形容為浪費時間 其實這些現狀 在古代也是一樣的 我們有一句言語 叫做勤有功器無益 在古代更加覺得 你去玩獎嗎? 你去淫屍作對嗎? 這些都是不武正業的東西 有時間寫什麼詩 想什麼春夏秋冬 拿起床頭去掘番樹 種番樹 玩什麼機械鐘 玩什麼夜明珠 不要去玩寶劍 有空學一下治國 有空學一下報效國家 你為什麼要學鬥木 你是皇帝來的? 皇上不要再天天夜夜 做家事 上朝 求你皇上 其實你會發現 只不過是再看不一樣 無論在哪個時代 喜歡玩都是一個負面的詞彙 都是會被冠以不武正業的帽子在上面 但其實我對玩這件事 一直都是保持寬容的態度 我最鼓勵的是 小朋友一定要盡興地玩 盡可能地玩 不過當然 任何事情都有個度 好像你喜歡吃東西 不是叫你一天24小時吃東西 這樣你會肥 玩也是一樣 你要有節制地去玩 玩本身不是一件錯的事 上網 或者是你看影片 打機也好 都不是一件錯的事 所有這件事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我們只不過是用一種新的方式去學習 用了一種新的媒介去學習 我之前跟大家說過 其實你說我是不是一個看很多書的人 我其實是一直去到我大學的時期 我才開始不斷看書 在我大學之前的階段 我很少看書 我主要吸收資訊的方式是在電視上 電台打機 你真的不要看死打機 為什麼我們經常說 男士去學駕駛會比女士更容易 我不是說女士天生學車不聰明 我不是說這件事 而是一般女士很少在小時候 玩賽車遊戲 我五年級的時候就有電腦 在那個時候已經玩NIVOR SPEED 5 雖然當時我是用鍵盤來控制車 但其實我已經開始感覺到 原來不同的車的操控性是不一樣的 在哪些位置踩駕駛 其實是會對扔彎是方便一些的 怎樣扔油是可以更加快的 唐太怎麼轉是不會令到車飄 你不要開來不要看小細節的東西 其實很小時候我就已經知道原來開車是這樣 對你之後成為一個學神 在學車的時候是很有幫助的 我開車其實是一個比較謹慎的人 我不會開很快的 而且我可以說我絕大部分 我開車的技能 都是在NIVOR SPEED 學回來的 就有很多遊戲 例如三國志 即是CHOE 光榮公司出的那一款 我就在遊戲中學會了什麼 賺錢和謀略 我之前在其他節目都和大家分享過 我怎樣去攻別人的城 尤其是那些城裡面有四五十萬兵力的城 我怎樣攻 我一般會派個大使過去和他修補好關係 大家好朋友 然後我就可以出兵去經過他的城 他可以開城門給我經過 我常常在詹嘉伊說 我要去運兵去我另外一個城 就要經過他的城 差不多去到他城下面的時候 馬上和他翻臉 我就會很頻發地去運大使 送一元給他 他就會覺得我侮辱他了 慢慢我和他的關係就會越來越差 直至到我們的關係就變成普通關係 我就直接攻打他的城 但這個時候他防備的時間都沒有 因為我所有兵力都已經冰臨城 無緣無故我有百多萬兵力 圍著他五十多萬的城池 然後我就會用發射車擋爛他座城 擋爛他座城之後 他裡面未死的士兵 全部都會給你 那些傷兵又會好回來 即是你鑑生可以賺二三十萬兵力 這條計策可以說是萬事萬靈 我玩了一局 我都是由周邊的萬移開始打起 我立了周邊的四五個萬移的重兵之後 我就可以向內陸的地區去攻他們的城 其實你會有很多東西學 我怎樣可以在秋收的時候賺到錢 哪些城是特別賺錢的 那你就要去攻佔那些城池 你真的不要小看這件事 你想一下那時候 其實我是讀中學的 他不僅是我economic的啟蒙 他甚至是我political的啟蒙 要玩好一個遊戲一點都不簡單 打機打得厲害的人一定不是一個蠢人 你會發現在這個世界裡 勸你不要打機的人 一個花盆打下來都會摘死幾個 但勸你打機的人真的不多 我就是其中一個 我真的會認為要給小朋友去打機 我和女兒兩歲的時候已經玩以前的紅白機遊戲 他兩歲人仔就可以自己一個人過冒險到第一關 如現在玩switch 什麼Mario Yoshi 很多Kirikwara的遊戲 Mario 所有作品都買齊 還有星之卡比 那個人仔基本上是自己玩的 有些實在太難過不了的 他就會找我幫忙 基本上他是自己過關 唯一擔心的就是他玩到近視 其他我也不是太擔心 但當然啦 他媽媽或者我媽媽 就比較反對 就覺得小朋友不應該經常打機 應該出去踩彎板 他們就是這樣 他們覺得應該要出去親親打機自然 應該做多一些戶外運動 不應該經常打機 我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不過不要緊 我覺得我的這種堅持 和我媽媽或者她媽媽的那種堅持 這種制衡其實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他既可以接觸到大自然 出去玩 出去踩彎板 又可以在我的淫威之下 可以打到機 又不至於會放縱 我覺得都蠻好的 這種制衡是很棒的東西 一說到玩打機 真的得以忘形 我明明在介紹這本書 連作者和書 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 想說的這本書叫做 Wasting Time on the Internet 作者是Canis Goldsmith 這本書有中文版的 叫做《如何在網上虛道人生》 作者Canis 她是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任教的 她當時開了一堂課 就是這個書名 《如何在互聯網上虛道人生》 她開始覺得 沒有人會聽這些課 個個都是想著 怎樣做精英 怎樣在網上虛道人生 誰知道她一堂課一開 就迫爆了班房 她本來覺得都沒有什麼人聽 所以就找了一間很小的課室 來講 只有15個人坐 但誰知道大家站在那裡 迫爆了 都要聽她說 如何在網絡上虛道人生 最高峰的時期 是有300個學生在聽她課課 所以後來才會把她課課的內容 變成一本書出版 其實跟這本書的核心觀點一樣 在主流的社會中 都會認為 上網會令我們分心和失去溝通能力 你現在沒有社交了 按住電話 按住 不用跟媽媽說話 不用見朋友 人與人之間應該有溫度 你不如出來見人 不要只躲在螢幕後面 絕大部分人都認為 我們上網是無法認識到這個真實世界 所以你會見到 無數的專家 無數的學者 無數的書本都會教你 放下電話 不要讓小朋友看iPad 你會令他們不思進取 但其實我們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 網絡改變了我們閱讀和溝通的方式 我們經常都認為 你經常上網看碎片的知識 又不認真看書 你聽的那個人 都不是真的老師 經常說完一本書 一天他就看一本書 神經病 一天有什麼理由看一本書 你經常接收了二手的資訊 你不如自己去看吧 你聽他說很膚淺 你只是了解到一本書的皮毛 你不會用七八個小時 或者十個小時去看一本書 或者甚至買它回家 你是省了時間成本的 雖然你只是接收到我過濾過的一些資訊 你就是了解了一些皮毛的東西 但實際上你可以將我講的這些東西 或者你在其他頻道裡面 所聽到的這些書評的這些節目 你當成一種導讀的 當你接觸到的這些書的層面越來越多的時候 其實它是擴大了我們獲取信息的渠道 你不需要去書局那裡買書 我們以前很單一的 你一定要買一本紙質的書回家才可以看到書 現在不是的 你可能會有部閱讀器 或者甚至乎你的電話已經可以看到書 你出街你是隨時隨地都可以打開一本書來看 你不需要再厚凸凸地放在你的袋裡面 鬼死那麼重啊 還有你帶的書都有閒 現在你甚至乎可以把幾百本書 上千本書放在你的閱讀器裡面 你的電話裡面甚至乎放在雲端 好了 其實很多人不像你那樣的 上網他不會看書的 用電話不是看書的 他在看完無謂的東西 他在瀏覽著不同的項目 這些東西有什麼意義有什麼價值 其實我們又忽視了一件事 其實你在瀏覽著網站 其實本身也是一種閱讀 就如同我先前所說的 你看電視、看卡通片 甚至乎你打機都是一種學習 你只不過是通過不同的 再看學到不同的資訊 學習資訊不只是在學校 和書本裡面一個單一的渠道 現在你是多了很多的選擇 你看完一個人寫的一篇文 你去看一條片 那些不同的觀眾所留下的留言 其實可能也是一種啟發一種學習 所以網絡並不是壓縮了我們的閱讀時間 而是擴展了我們的閱讀形式 擴展了我們學習的方式 所以我們不能說一個人 他看著螢幕 他天天在電腦前面 他就是無所事事 他就獲取不到任何的資訊 反而他獲取的資訊 可能比你更加多 我們要接受這個時代其實已經改變了 學校和看書不再是唯一的學習方式 我們可以在任何的地方 隨時隨地地學習 除了這個批評之外 第二個對網絡的批評 就是你每天看著螢幕 不用見人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越來越疏離 你不懂溝通 只懂得打字 吃飯的時候 大家看著螢幕 都不是真的說話 都是要通過打字來說話 你啞了? 但其實我們有沒有想過 其實這是一個偏見 你看著螢幕的時候 不單止不會分心 而且還在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時候 有時在看影片 你隔壁的人跟你說話 甚至乎聽不到他說什麼 你其實在手機的同時 你在看影片的同時 你進入了心流狀態 你只不過是把以前那種心流狀態 由一本紙質的書 放在電話裡面 而且通過網絡來溝通 它是一種新的交際方式 你以前如果不是外國留學 你有沒有辦法認識一些外國的朋友 你會不會認識到世界各地不同的朋友 你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你認識來認識去 只認識你最多 聰明極 隔壁區 隔壁街 你的朋友圈只有這樣的範圍 但現在不是的 就好像在現在這個頻道 你們和我生活在同一個城市嗎? 我們從小就認識到大嗎? 我們素未謀面 但不知為何 好像和你很熟 面對面聊天 打電話 就和以前你寫信一樣 它已經慢慢開始有些過時 或者它已經是一些比較單一的溝通方式 已經不符合這個時代的定義 你看看現在薛凱琪還會否唱其諾里維斯的回信 因為其諾里維斯都不寫信 現在用WhatsApp 那你怎樣寫信給他 你寫信給他 他怎會回覆你 你現在 就算你家人移民 你都可以用視像電話和他聊天 不只是通過電話 又或者是通過寫信的方式 有一些有代溝的家 以前可能面對面 兩父子、兩母子沒有話 但反而在電話上又聊了 以前一些很久沒有聯繫的朋友、同學 基本上沒有什麼再見面的機會 但是因為有Internet 我們又可以溝通 我們又可以聯繫到對方 我們又可以知道對方的動向 所以Internet根本沒有削弱到我們的交際能力 它反而提供了一個新的溝通渠道給你 讀L都可以如此自信 生意失敗都可以如此自信 樣子生得不漂亮都可以如此自信 沒什麼錢都可以如此自信 真的好像我那些人 所以其實我們不可以說 我們下一代現在經常看著電話 或者是經常在Internet上面 就覺得他們不懂得跟別人溝通 其實他們只不過是換了一種溝通的媒介 電話或者是電腦甚至是Internet 成為了他們新的媒介 他們是每時每刻都在跟別人溝通 我們是要適應這個時代 我們要是轉一種溝通的方式 不是再要求新的一代 用我們以前的溝通方式 去跟我們溝通 是不是? 薛凱琪寫信給我 採她生臭壺 現在 不過如果她真的寫信給我的話 我當然會回她 即是你發現你以前和你媽媽 可能沒有什麼共通的話題 但現在她那種 不是In的生活方式 你都會覺得她其實都在努力改變她自己 你是多了跟她溝通一些新的東西 和一些新的互動 雖然她們最喜歡就是發那些 即是經常有朵蓮花 又不是吉祥那些東西 即是看到很想Block她那些 但其實你會發現 她們這一代人都是願意 或者是嘗試中 融入這個新的媒介入面 這一種這樣的互動的方式 都是一種新的溝通的媒介 新的溝通的方式 因為她們意識到 如果她們不這樣做的話 她們跟年輕的一代溝通不了 或者是可能在她們那一代人裡面 那些比較In的 比較潮的人 都已經在用這些APP 用這些工具 他們不用 就覺得自己好像很Out 和很不合時宜 很不合群 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尤其是社交媒體這個時代 越多的網友 越多的朋友 是對你越有利 反而你會覺得 原來一些新的潮語你不懂 一個emoji 背後的含意你不明白 反而是會被人看不起 那些人反而覺得 跟你有代溝 覺得你有代溝 那你的朋友的圈 就會越來越小 我們不融入Internet的這個世界 反而才令到我們交際不到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雖然未去到 用一副AR眼鏡 就可以把虛擬實境 和現實混為一體的這個時代 但是在很多的跡象顯示 我們現在這個世界 已經把很多虛擬的東西 融合了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 在我爸爸那一代人 他們駕駛怎樣駕駛 那時是沒有GPS 這件事的 他們是要有一個人坐在隔壁 拿著一幅地圖 然後告訴他們 條路如何走 然後才可以駕駛到車 以前找工作要怎樣 你要去一間一間公司 去放下你那張CV 或者是寄信出來讓別人回信 現在我在網上傳出來就是 如果你不懂得在網上發布你的CV 你可能在現實生活中 連工都找不到 或者甚至乎你去找工的時候 他都叫你在網上填份form 你不懂得上網 根本上就搞不定 好了 既然打機呀 上網呀 或者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社交媒體 那麼有用 那麼有價值 為什麼那麼多主流的觀點都會反對呢 那是和你所身處的那個領域有關的 也就是我們經常在政治上所說的 你究竟是不是既得利益者 如果一個人或者一班人 他依靠現有的或者已經擁有的知識 和傳統的智慧來獲取利益 他們最擔心的就是會被一些新興的媒體 或者新興的事物所取代或者吞沒 如果你所身處的行業是報業 即是傳統的那些紙媒的行業 那可能你的那個痛感就會更加之強 首先第一波就是電視媒體 第二波社交媒體 你會發現如果在這些傳統行業的人 他們經常都會指責 他們都不專業的 經常傳到那些小道消息都未經過驗證 你知不知道什麼是新聞呢? 新聞不是這樣做的 是,我也知道新聞不是這樣做 我也知道很多的這些消息未經證實 會導致很混亂 但是在時效性這個部分 紙媒永遠都無法超越網絡 現在的人可能跟金魚一樣 只有七秒鐘記憶 你發生了一宗新聞 你還要用三五七日去調查資料 然後去核實不是真的 早就已經過了時了 但當然我不是說新聞不應該去核實 以及深度的報道沒有意義 而是我們要接受現實 我們要換一條賽道去玩這件事 那些有熱度的最新的消息 最快的資訊 你便不要跟那些社交媒體 不要跟那些網絡上的媒體去比較 你便將深耕你自己的深度的報道 以及更加有價值的 更加有權威性的報道 那麼紙質的媒體 未仍然有你生存的價值 其實你便將一些八卦的東西 或者一些很有時效性的東西 將它不要了 將它讓給那些新興的媒體 我們是要有這樣的 被人取代的一種覺悟才行 包括我現在做這件事 你怎知道五年十年之後大家流行些什麼 我有之一日都會被取代 所以我們的狀態是 你不斷地處於這個 允許自己是可變的狀態 而不是去固守在一個地方 那些都是不行的 新的東西都是衰的 新的東西都是患物喪智的 新的東西都是不專業的 大家經常都覺得 我對那些專業人士有敵意 其實我不是對專業人士有敵意 而是我不斷地提醒 你的確是一個專業人士 但你是應該要保持那種反脆弱性 你不可以只是做一個 你要是一個懂得打官司的律師 你要是一個懂得表演的律師 有個人風格的律師 醫生也是一樣的 你要是李嘉仁醫生 不是一個只有醫院的人 認識你的醫生 現在是一個社交媒體的時代 如果你沒有辦法令你有更多人認識 那你的那條路就只會越走越窄 其實社交媒體的道路可以應用在任何行業裡面 你是可以在任何行業裡面重新 用社交媒體的方式 用它的這個角度去做一次 在網絡上講故事 其實跟以前在榕樹頭門口那裡 講鼓那些講鼓佬有什麼不一樣 只不過是載體變了 在學校裡面講課 跟你在網絡上講課有什麼不一樣 媒介變了 我們可以做回自己本身熟練的事 我們在那個行業裡面的事 但是我們要換一個新的媒介 我們要接受新的媒介 就像以前賣東西 我們要開店 現在在網上開店 甚至在網上開店都不夠了 我們要賣東西給我們的朋友 我預期找人買 我不如找陳老師買 他也有這些東西賣 我不如光顧他 雖然我沒有跟你們銷售東西 但如果有一天我這樣做 撇除價格上的因素或方便度 你寧願找一個不認識的人買 還是找我去買 所以經常有人問我 為什麼你不開課程 或者你自己整個網絡課程 教人收回錢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這樣做的原因 第一我覺得這些知識其實都是免費 又不是我原創的東西 我有什麼資格去開課程去收錢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想我和大家的關係 我不想是太金錢上面的關係 就是說你請我喝杯咖啡打賞一下我 我覺得OK的了 但如果你說我們變成是一個課堂上面的 給錢的交易 那我們就不再單純了 這件事因為已經涉及到金錢 那我既然賣得這件東西 我就要給你一個物有所值的product 給你 我才對得住你對得住我 如果不是我們就變成純粹交易的關係 那就會有投訴 那大家有可能會有爭執 我又不想打破這種平衡 我覺得現在都幾舒服 和大家沒有什麼金錢上面的瓜葛 你又不可以道德綁架 哎呀收了那麼多錢 就說了那些垃圾 對啊 就算我現在說那些垃圾 你都沒有資格罵我 你可以不聽的 沒有收你錢 但如果我收你五千塊 九千塊 九百九十九 然後又說那些垃圾 那你就會罵我 那我就抵鬧了 我又不想弄成這樣 我寧願 我經常說那些無謂的東西 說那些垃圾 浪費大家的時間 大家又奈我不何 那我就覺得這種關係不錯 包括我做我幾個3D打印的自己出來 我都在想 究竟我要定一個什麼價格好呢 你說如果我買得太貴 其實我又覺得不值得 因為本身的成本就很低 但是我又要很有心機去油油 我又要慢慢磨皮 然後又要包裝 搞粒粒粒粒粒 其實浪費了很多時間 我做這件事 如果我又不收貴少少 又好像又多Q餘 自己不知道做什麼 但是你說賣得很貴 我又不希望墮入下一個循環 即是跟我賣課程一樣 為什麼要搞到這麼商業化 這件事 但是你說一毫子都不收 全部免費送的 我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做 我個人都是我自己手作的 我手作東西來的 我怎樣去免費送出去 我有時間成本的 所以我在想這件事 究竟怎樣成事 怎樣可以令到這件事 我又可以樂意去做 但又不會令到 和大家變成一種金錢上面 好利益上面的交易 純粹是利益的交易 究竟陳老師這個人值多少錢 你要把它變成用金錢來衡量 這件事就複雜了 我承認自己當初在計劃做這件事的時候 想得太簡單 沒有考慮到這個部分 沒有考慮到我和大家的關係 適不適合做這件事 所以我就想究竟這個計劃 要不要回收 看看吧 或者出有限的部分 然後出完就不出了 都可以的 我不是想著什麼飢餓營銷 沒有這些東西 如果你說你願意等我 慢慢去做一個 你又不介意的 那我就慢慢做 你願意把我帶回家 其實我已經很開心 我都想不到 一天會有人願意把我買回家 單憑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已經很有意義 很有價值 但請再容許我 允許我再想想 究竟這件事怎樣做 會更加適合些 更加合理些 不會令到我們太過有金錢上面的瓜葛 因為我不想你拿著我的紀念品回家 你覺得怎麼搞的 那麼… 那麼… 那麼肉酸的 磨得那麼差的 上色上得那麼差的 不是呀 手作東西是這樣 你當它是那些 小學雞那些勞作的水平就可以了 你不要太高期望 你就覺得 扔錢到鹹水海就可以了 你抱著扔錢到鹹水海去買我做出來的東西 你就不會有失望的了 你就不會有失望的感覺 好吧 那就說回本事了 那麼… 為什麼我們這麼多人會反對Internet 其實就是源自於一些既得利益的擔憂 我們很怕這些新興的媒體 新興的產業會取代我們 所以我們天然性這樣 就會認為那些東西是不好的 是顛覆著我們這個世界 而且呢 越是擁有知識 越是處於這個權威地位的人 對新興的東西的底速越強 這些事情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本書裡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在古希臘時期 最開始是大家不習慣 將一些東西寫在紙上 哲學的教育是通過辯論的方式 是要講出口的 柏拉圖所親處的年代就是一個這樣的年代 當時呢 開始慢慢有紙可以去記錄下他所說的 柏拉圖都覺得不行 怎麼可以將一些這麼重要的 對真理的辯論寫在紙上 萬一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怎麼辦 我們探求真理 我們學哲學一定要辯論 我們要講出口 當你理解錯的時候 我可以馬上糾正你 但你寫一本書裡 有誰知道我是真的這樣的意思 真理是越辯越明的 不是寫一本書裡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理想國》這本書 我們讀法律的人都要讀一些哲學的東西 《理想國》就是一本 紀錄辯論的一本書 但你想想如果沒有這一段紀錄 我們連《自動柏柏拉圖》曾經辯論過的 這個可能性都沒有了 因為過了這麼長時間 過了幾千年幾百年 誰知道你曾經辯論過這件事嗎 雖然可能將你的對話和辯論 記錄在一本書裡可能會有少少失真的部分 還有再經過不同的語言翻譯 也會有不同的信息上的偏差 但它至少可以將你很重要的思想留下 你起碼沒有辦法100%還原 我都可以還原到80% 它的價值已經很重要了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親臨現場 就算我們誤會了阿柏拉圖的意思 也沒有辦法由阿柏拉圖 親致去解釋自己的觀點 哪怕冒著這樣的風險 但它也是有價值的 時至今日我們有誰人說 書本是沒有價值的 但在柏拉圖的時代 就覺得寫書是不行的 它是一些偽媒體 它不是真正的哲學 它是假的哲學 就如同我們現在覺得打機換物喪之 上網浪費時間 在滑到電話 是一個斷錄親的行為 帕拉圖當時還斷言 如果我們不再用辯論的方式 我們習慣用文字的方式去接收知識 就會導致我們的智力和記憶力下降 會影響我們人類的生存 你看說到這樣 跟我們爸爸媽媽說 不讓我們看漫畫 看網絡小說 打機 玩電話 是一樣的 是一樣 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根本不需要擔心這麼多事情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 信之者窗易之者亡 我們為何經常握著自己手上的東西 不肯放手呢 我們嘗試放開雙手 去擁抱一下這個世界 去接受一些新的事物 哪怕下一個時代 我現在做的事要被淘汰 我都會很欣然地去接受這件事 那我就去其他的領域 再創一番奇蹟出來 哪怕我已經成為 我可能去到那個時候 我已經成為這個行業的既得利益者 可能我已經有1億的訂閱了 我都可以偶然地放棄這件事 去追尋新興的道路 我都不會說 新出來的東西是精神鴉片 其實有了網絡 有了現在的一些智能設備 我簡直可以釋放我的記憶力 因為我有些東西不用記 我記了 為甚麼 以前你要去背負所有人的電話 手提電話也好 你家裡的那部固網電話也好 現在你需要記嗎? 不需要記吧 現在你也不需要記 你的網絡員會幫你記起來 可能過多幾年 沒有人再會用那麼多的時間 去苦練一種語言 我們去到那個時候 可能會說 現在的人懶了多少 你看他們以前 多辛苦學一種語言 你看他們現在 哎呀 學十天都說浪費時間 你看這些人沒有恆心 我們以後就不要再用這些 有色眼鏡去看現在這一代人 他們這一代人 就有他們這一代人的生存方式 反而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要停下來思考一下 你是不是墮入了 柏拉圖當時的那種 既得利益的怪圈呢? 你用十幾年學一種語言 用十幾年學鋼琴、學結他 不代表現在的人 不可以一天學懂它 不代表現在的人 不可以借助一些工具 快速地學懂這件事 你不可以說 因為你用了那麼多時間成本 你的價值一定比對方高 反正對方 因為不需要再拿十年的時間 苦練結他的手藝 他有十年的時間去學一下 怎樣創作 怎樣可以學到一些新的 不同的風格出來 創作到一些新的音樂出來 是不是?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這麼 要求每一個人都要像你那樣 那麼辛苦地學琴、學結他、學唱歌 或者是學一種知識 人家快速地學懂這種知識 你就不值得別人 就正如好像Elon Musk 他說的那種腦機接口 到時可能直將晶片 你就可以下載大量的知識 到你的腦裡 有什麼不好呢? 其實這件事 你省下多少學習的成本 時間的成本 你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享受生活 做其他不同的事情 以前可能你要用一輩子的時間 去學會一門手藝 現在你一輩子的時間 可以學會五百種手藝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呢?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排斥 每樣都覺得 機械人會統治世界 AI會取代我們 是不是真的這麼擔心? 你試試拿電話 回去給秦朝的人看 他都覺得你是妖邪之物 都覺得這些東西不可思議 但是我們的世界是否真的毀滅了? 是不是真的世界末日? 沒有 沒有出現過 這個世界永遠都是這樣下去的 你一定要去接受 這個時代 就是不斷地去變遷 我們的記憶力其實是並不可靠的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可以依賴一些 我們可以save下來的工具 例如我們的hard disk 例如我們的雲端 其實對我們去找一些比較詳盡的資料 找一些比較數據比較多的東西 其實是方便了很多的 還有它的正確性 權威性是比我們憑記憶去記住它更加之好的 那我們為什麼不接受它呢? 現在這個時代是一個知識共享的時代 就像以前我們在家裡玩遊戲一樣 全部都是在你的PC裡面的範圍裡自己玩自己 現在這個世界更加像是online game 你是要在網上跟不同的人一起去玩這個遊戲 知識也是一樣 我絕對不是一個投資專家 亦都不是一個音樂家 不是一個畫家 但是我可以通過不同的人 在這裡share他那個領域裡面的知識 而學到這些新的知識 有時候可能你作為一個音樂家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 你可能沒有時間去看其他書 但是你可以通過我這個channel 接觸到不同的東西 其實這一種互補就是一種知識共享 我們互相都在對方的身上學到新的東西 我們都有所得著 這個世界不是一個比以前更加進步的世界 它有什麼理由會對我們有傷害 也好像有些人在網上share怎樣打遊戲 有些人說 你好做不做 怎麼教別人打遊戲 其實不是的 很有幫助的 好像有些跟我女兒在玩Mario 有一些關不懂得玩 或者是不知道那些金幣放在哪裡 收藏在哪裡 或者去哪個地方可以賺到更多金幣 我就上網找一下有沒有人share過這些東西 我又不用用那麼多時間去探索 究竟在哪裡找 我直接可以知道 我去那個地方可以找到大量的金幣 去那個地方 我原來有一些秘技可以用的 有一些Bug可以用的 我覺得它是提供了很多價值給我的 我覺得它是幫了我的 怎麼會是沒有用的呢? 我們覺得一個知識沒有用 是因為你不懂的 是因為你不在那個範疇裡面 你才覺得別人沒有用 好像煮食一樣 我以前怎麼會煮食呢? 我那些十字不簽陽春水的人 現在我閒無事都會煮兩味 我怎麼學呢? 我看越煮越好 我喜歡煮西餐得來又住家的菜 我又不喜歡搞到那些懶不是星廚 拿個手臂來灑鹽 我又不需要搞到這樣的 我覺得簡簡單單的 比較平民化的東西 我就OK的了 就算是我真的想學一些星廚的東西 大把頻道教 我也可以很方便獲得這些資訊 但同一道理 對於越煮越好來說 可能它沒什麼時間看書 我這個頻道可能會幫到它 或許我睡不著教 我這個頻道又幫到它 那這種互補的過程 其實未會令社群的連結更加緊密 那我們的知識的輸出 未會更加有指向性 那其實是一件好事 去到這個網絡的時代 已經沒有了那種 教式徒弟餓死師傅那種說法 你反而是更加希望 更加多的人去加入這個行業裡面 那你才會越來越好 因為多了人入這個行業 那就證明了 需求大了 需求大了 那你才會越來越有價值 不斷地有人加入 那其實就是相當於一種競爭 競爭出現了 那就會要求你現在已經在這個行業的人 要去upgrade你自己的產出 令到你所輸出的價值更加有質素 好像以前一樣 我都是模仿別人說歷史 去做其他節目 現在還有人在罵我 但是你開始慢慢覺得 有人聽你說話了 多人聽了你說話了 那你就會慢慢去倒閉自己 我是不是不應該再模仿別人那麼多 我是不是應該有多些自己的原創內容呢 那你慢慢就會走你自己的路出來 就會有越來越多人的人喜歡你 那你就擺脫了在最初的時候抄襲的外殼 我經常都直言不諱 我以前就是抄襲別人的 我抄襲的人 真的多到好像天上的星星 基本上每個人可以抄襲的東西 我都會抄的 但是抄到今時今日我現在說的東西 還有多少是抄襲別人的呢 有的 一定有的 因為我腦裏裝著的東西 本身都不是我的 我有什麼理由是完全原創的呢 我本身永遠 甚至乎永遠都是一個抄襲別人的人 只不過抄襲的程度有幾多 好了 差不多了 今集的時間來到這裏 如果你覺得本集的資訊幫到你的話 記得subscribe這個channel like和share這條片 按下一個鈴鐺 加入會員頻道 或者使用超級感謝 贊助一下我的製作 我是陳老師 說不定了 我們明天會再見 拜拜